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华为在十几年前就开始接触了开源 也是中国最早做开源的公司之一 通过这些摸索呢 华为云实际上总结了十二个字对我们的开源活动 那就是源于开源 强于开源 回馈开源 所以呢今天借这个机会呢 我也想把这十二个字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开源呢已经是正在改变这个世界 大家可以讲很多开源的好处 实际上在座的呢实际上都很了解了 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但是呢现在公有云成为一种主流的商业模式之一 那么有一种观点认为呢 在公有云上云厂商更倾向于自己开发 自己使用 是不是开源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那在这边呢实际上我想承担的 分享的第一个观点就是 在公有云上实际上开源活动 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举几个证据吧 因为在公有云上比如在华为云上 在某一个区我们分出去的虚拟机超过80% 是在开源系统 然后在华为云上很多基于开源的服务 比如说基于MySQL的关系型数据库服务 基于MongoDB的NoSQL服务等等 这些都是在公有云上非常热门的服务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思考了一下 实际上企业更倾向于 在公有云上选择开源的服务 因为他们感觉在公有云上使用 更像是有一个大的IT公司在给他们背书 所以他们使用开源的压力反而更小 更倾向于使用开源 那就是有人要疑问了 为什么在公有云的操作系统上 没有那么多开源的公有云操作系统呢 从这件事情上呢 我们这么看 实际上在大家做开源云操作系统的时候呢 是面临了一个选择 我们究竟是为几个公有云 做一个开源的云操作系统 还是为成千上万的企业 做私有云的操作系统 那时候做的选择是 我们优先满足私有云的操作系统 所以像OpenStack这样的开源云操作系统 已经成为了一个可以这么说吧 事实上云操作系统的一个主流 随着私有云的操作系统开源的逐步成熟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解决 像大规模高可用等等公有云上的问题 那有些云的厂商呢 已经等不及了 他们自己开发了很多 自己开发自己研制了很多云操作系统 所以呢就没有赶上开源这一波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开源就解决不了 公有云的问题 实际上为了最近的一些新的云操作系统 不管是私有云还是开云云 很多都是基于开源来做的 比如华为云也是基于OpenStack开发的 公有云操作系统 当然在开发的过程中呢 的确面临一些挑战 这些挑战呢也正在被一个一个克服 至少从目前来看 我们并没有看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说开源不适合公有云 我认为是一个伪命题 而且就是因为这些开源的应用 并没有很好的进行 不正在公有云的操作系统 并没有很好的进行开源和社区互动 实际上现在的确已经发生了一些 供应商锁定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企业在选择公有云服务商的时候 就像选择一个结婚伙伴一样 你必须非常小心 因为一旦你选择了某一个公有云之后 再要分手 那成本就非常高 我估计这也和公有云的操作系统 都是自己的闭源的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怎么解决企业这个问题呢 我们认为容器可能是一个未来的方向 这儿呢 有一个从451 Research做的一个报告 在Kubernetes的用户当中 他们问你使用Kubernetes的价值是什么 这个报告里面提到几点 比如说 私有云共有云的混合云使用 比如说防止vendor lock in 都是认为大家使用容器的价值之一 所以呢 这意味着大家并不是喜欢被公有云服务商绑定 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 如果一旦存在一个更好的 不被绑定的一个技术 大家也会使用它 就像杰姆前面在材料里提到的 Top 10的公有云厂商 实际上都在参与容器的服务 这个也变现阶地说明了一些问题 那我看新闻前几天 有一个云厂商的CEO说 世界上可能只有一种云 那就是基于开源技术的云 我也很认同这个观点 我觉得很多公有云厂商 或多或少都在使用开源技术 至于前面讲的什么两种云之类的 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 在开源技术上大家都在用 如果说有不一样的话 很可能就是是不是对外宣传说 自主可控 仅此而已 开源可以降低我们的开发成本 但是企业在使用开源的时候 并没有感到使用成本得到很多降低 很大的原因是 他们认同开源作为一个创新的基础 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帮助 但真正在开源做商业使用的时候 面临很大的挑战 所以华为从原意开源之后 走到第二步 就是说我们要强于开源 我们意识到在开源软件 直接商用的时候 面临着可靠性 可用性的一些困难 有些开源软件有多个组件组成 组件之间的配合 可能有一些问题 或者说有些企业就是希望 有一些IT的专业的公司 给他们做技术背书 所以华为自身呢 也是一个开源的重度使用者 所以我们在自身使用开源的时候呢 也碰到很多问题 当然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技术能力 得到了解决 我们也理解企业面临的一些痛苦 所以呢 华为就在原来开源的基础上 做了大量的增强工作 让我们的企业能够放心地使用开源 比如说在Kubernetes上面 用户直接使用社区版本的时候 就面临着使用门槛高 技术要求比较困难的一些困难 那我们在这上面呢 我们发现重要的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可用性的问题 一个是易用性的问题 所以在可用性上面呢 华为开发了Kubernetes的北向控制的一个 增强一下北向控制的那个HA 同时呢 也开发了跨AZ的高可用的解决方案 那在可靠 在可用 在易用性方面呢 华为开发了一些模板 开发了一些自动化的部署 在GUI和Command Line上做了一些增强 让用户能够很好地用起来 所以在这些增强的容器服务上 已经在高性能计算 已经在游戏 已经在电商等等 得到了广泛使用 所以呢 华为在这边呢 就讲到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 在使用开源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把开源好好地研究透 然后把根据我们的需要 把一些开源的组件 开源的控制 引进到我们的系统中来 这个原则呢 近了很多年 也获得了一些成功 基于开源开发的一些 华为的软件 比如说基于OpenSec 我们做的那个Fusion Sphere 或者基于Hadoop 我们做的大数据平台Fusion Insight 无论是在用户数上 技术能力上 被很多的分析师都认为 在国内是做得最好的 这倒过来也说明 这种源于开源 强于开源的模式 也正在被中国的广大企业在接受 所以这完全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开发模式 讲完了基于开源 强于开源 我相信很多公司实际上也在这么做 但是这边我更想分享的 就是回馈开源 回馈开源的原则 为什么要回馈开源呢 很多人觉得是不是愿意给开源社区做一些义务劳动 实际上一方面 当然是开源给我们得到了很多 我们得到了很多帮助 我们也希望通过回馈开源来回报它 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一个商业的选择 因为华为的技术都是基于开源项目开发的 怎样让用户接受华为的技术 首先用户必须接受这种开源的社区 开源的项目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开源的项目成功了 他们才会考虑采用 华为的开发的软件 所以我们回馈开源 很大程度上 就是一个商业选择 我们帮助开源项目成功了 才会更好的销售华为的软件 销售华为的服务 这边我们给了几个数字 我们在开源社区的一些贡献 比如说我们在OpenStack Foundation 我们有两个TC的席位 七个PTL 比如包括Nova 包括Nutron 有七个PTL 有26个Core Member 所有在历史 在过去的两个版本中 我们的提交也是排在第三 我们提交的Bluetprint 也排名第一 那在Hadoop大数据上 华为过去几个版本的贡献 始终排在第三 在CNCF上 我们有TOC Member 有SE Member 还有六个Maintainer 在过去大概到上个月底前 我们一共提交了超过2400个PR 在Apache Foundation上 华为也开源了好几个项目 在Apache Foundation当中 比如像CarbonData 比如像Service.com等等 其中像CarbonData 可能是中国本土公司 第一个在Apache Foundation中 开源的一个顶级项目 大概一年以来 也吸引了20多个公司 超过100多个独立开发者 CarbonData 也在我们的政府 金融等行业 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从这些数据上 也能看出 华为是开源运动的一个 重要的贡献者 这边我想再举一个 举个例子吧 就讲华为怎么和Cubernetes社区 一起相互成长的过程 华为的IT是在支撑 华为18万人全球的业务 最初我们大概部署了 800多个应用 部署在几十万台虚机上 是采用虚拟机来管理我们的应用 那大家知道虚拟机也有那种 拉起比较慢 管理比较复杂的困难 所以我们很早就 在研究容器技术 当时呢 做了一定研究之后呢 我们发现 Cubernetes是一个非常好的 潜在的技术点 所以呢 华为当时决策 我们用Cubernetes 来对我们的IT系统进行改造 进行微服务化改造 我们把我们改造的过程中 碰到的问题 以及我们自己觉得 怎么该解答 都贡献给社区了 那举几个例子来看 比如说 华为的IT系统 涉及到多区域 私有云共云混合 等各种复杂的场景 所以呢 我们关注到社区 正在搞一个 多集群联邦的项目 正好和我们的需求匹配 所以华为呢 就积极参与这个项目 把架构 主要代码等等 都贡献给社区 这个呢 多集群联邦 也已经成为 一个独立的子项目 再举一个例子 原先呢 它的服务调度 相对比较简单 那华为在做 微服务改造的时候呢 发现 最大的瓶颈在哪里呢 也就是 当一个大型的应用 被拆成微服务之后 被当成一个独立的泡的 单独料 拉起来之后呢 彼此之间的通信 成为了一个困难 原先可能用简单的 进程间通信就搞定了 现在你很可能被拉在 不同的机器上 那只能通过容器网络来通信 那这个时候呢 怎样能够提升我们的通信效率 是一个困难 所以呢 华为的解法呢 实际上是开发了一系列 高级的调度策略 比如把轻核心 反轻核心等等技术 放在里面 这样呢 我们可以让这些项目 能够共同地拉起 这些呢 我们也贡献给了社区 另外呢 我们发现在社区 Kubernetes的集群 规模变大的时候 很大的一个影响点 就是它原来基于 IP Table做的一些 服务之间的调度 一旦规模变大之后 性能就不行了 超过一千以后 它的性能都会得到下降 所以呢 我们自己想 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办法 能够解决这个困难 我们基于IPVS 开发了一个 微服务的一个 调度的一个系统 这个呢 可以使集群规模 从数千 直接拉到上万个 这一块呢 我们也交给了社区 实际上我们通过 这些和社区的配合 一方面提升了自身的能力 一方面也帮助这个项目 获得成功 在华为云上 我们也率先推出了 基于Kubernetes的服务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们觉得 回馈社区 是对双方 都是带来非常大的价值 我也很高兴 今天借这个机会 发布一下我们的一个 华为微服务 网络 微服务网格的一个 Mesh服务 去年也在 ALC3上呢 我们开源了 Service.com 微服务框架 一年以来呢 我们也吸引了大概 160多个开发者 贡献这个微服务框架 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把那些微服务的 服务治理的模块 Mesh也开源出来 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 把微服务用到各自的应用中 我很喜欢这张图 我很喜欢这张图 我们觉得开源更像是 左边的一盏盏明灯 但是用户更多的需要的是一个 点亮的城市 那怎样能够让这个明灯 最终成为点亮我们的城市 所以呢 华为云呢 愿意承担我们的角色 积极贡献开源 做好从开源到商业的连接 而且华为云本身 也是基于开源开发的 也证明了 以开源技术 开发一个公有云 完全是可能的 我们也把这些已经有的 或者未来 已经获得的一些知识 有些已经交给了开源社区 有些呢 我们也将不久的将来 回馈给社区 好吧 最后再花十秒钟 去做个小广告 我们华为和CNCF 共同举办的Cloud Native Day 在中国区的巡回 有一个meetup 可能即将在北京 上海 广州 举行 包括我们请了业界的大拿 也请了开源社区的 和企业的一些专家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云原生应用的一些技术 趋势等等 全程都是免费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扫二维码进行关注 好 谢谢大家